各位乡亲大家好 今天中共新华社发了李鹏的布告 和预想的差不多 就是把这个六四的这个责任 就拽给了李鹏 说李鹏采取果断措施 处置了这次学生闹事 暴乱 是这个是中共的大功臣 中共他理来就这样 当然李鹏和邓小平在六四镇压 这次事件上就像他们在后来三峡 这个祸国殃民的这个事件上 他们的承担责任 这是应该的 他们叫万死莫属犯这个罪 很多朋友遗憾他就这么死了 没有等到将来审判的机会 我呢告诉大家 所有的人像这种恶人 他没有任何可能性 可以痛痛快快的这个俩眼一闭 就解脱了 没有这个可能性 他们一定是在那些 让人听起来啊 毛骨悚然的那个地方 在那个地方承受他们的折磨 大家知道在风声人演义里啊 讲这个苏打几啊 苏打几他也是这个起因于啊 这个商赵王啊 就三月十五啊 去拜业女娃宫 来挖皇宫啊 然后看见女娃娘娘长得美啊 然后写了一首诗去调戏女娃 然后女娃娘娘回来之后啊 气得慌慌三丈啊 就想把她给灭了 然后那个投一架务去往这个昭歌路上啊 一看啊 赵王还有二十八年那个气数 这是怎么弄呢 回来就摇动了这个招魂帆 就招来了这个三个妖怪 就御师批发精啊 和这个还有一个这么九尾狐狸精 还有苏打几啊 就当然让他去祸乱赵王江山 那他就成了苏打几了 后来果然呢 干了好多的恶事 主要就是虐民嘛 像这个敲骨厌随啊 抛福厌韵啊 搞这个炮烙啊 火行炮烙啊 这个都是这个达几干的 这达几呢 当然他是 他觉得这是受命而为啊 受女娃娘娘的命啊 霍乱这个赵王的江山 但那后来呢 但那后来赵王灭了之后啊 就在审判苏打几啊 怎么处罚他的问题上 他其实怎么讲 他是 甚至可以说他苏打几是个特工啊 他执行这女娃娘娘 给他的特殊使命 但是问题有一个限度 问题有个限度 你再霍乱他的江山 你不能拿老百姓 这个下手啊 拿这个忠臣意识下手 搞这么残酷的这种刑罚 这个就 这个就是 你拿这个谁来委判 你干什么事啊 也不能解释的啊 也不能抹平的 那最后怎么样 最后就是 请出来这个 鹿鸦的这个 叫什么 叫斩将飞刀 那个飞刀呢 挺奇怪的啊 这个葫芦啊 一个葫芦 你要拜他 你拜他呢 葫芦就 上面就是 就一道白气啊 升起来 上面就好像有个人头啊 有个人像 在里边 转几圈 苏打几的这个头啊 就是这个 就掉了啊 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啊 关于路压 到底怎么回事 我们之前讲过 今天不在这重复 也就是说 你任何人 你做这些恶事啊 不管你是受伟 像大粹啊 这个 包括前苏联啊 干的这些恶事啊 他那些人啊 就说你做 做坏事 这些人啊 千万别说 是什么 谁 受谁的指使 李峰跟他说 他说邓康平的指使 那邓康平说 受谁的指使啊 这个东西 没法解释的 你作恶就是作恶 没有任何可以解释的 害老百姓啊 害民虐民 这就是虐民 如虐天啊 欺民如欺天 就是挑战这个天道 挑战天道 你还想俩眼一闭啊 就这么撒手细规 就完事了 不可能啊 所以圣经怎么讲的 就在流氓火壶里 受永远的这个煎熬啊 其他人可能 没有做大恶的啊 就是只是不接受 和上帝的这个约定的 那个就会一分烟灭了 但像这种恶魔啊 他基本上是就是要 受永远的这个煎熬啊 任何 任何 任何理由 任何进口 任何动机 都不能啊 就摆脱 要洗清他的罪啊 就是作恶 就是要受惩罚 这就是天道 我们也讲到了 上帝与人约定的啊 那个记号啊 因为整个圣经啊 大家知道啊 就是叫新约和旧约 他约从哪来的呀 啊 就是这个啊 就是上帝啊 与人立这个永约啊 永约的记号啊 就是云彩覆盖大地啊 然后彩虹出现在云中 那我们今天就讲这个记号啊 因为昨天啊 前天一直在讲五十一区 这次对应的这个最后的这个记号 五十一区就是这个记号啊 就是那个天门啊 它是对应了一切这个信息的 那我们今天特意的讲这个记号 就是第一个就讲这个红啊 因为云彩覆盖大地 大家知道要下雨了啊 你正是正好说天阴了嘛 是吧 红什么时候出现呢 它就是雨下雨之后啊 雨后出晴 也就是这个僧元泽传里讲的啊 员官啊 员泽跟李源在杭州 天竺寺 和这个戈洪川畔 三生石 在那见面啊 8月15 然后李源去了之后 看见什么 看见叫 山雨出晴 月色满川 这时候听见 这个木童啊 敲这个牛角做歌 唱竹之词 这个竹之词啊 今天还得给大家讲一下啊 就是这个竹之词啊 它原来是川东啊 就是四川东部 其实就是这个三峡一带的 这个民歌啊 老百姓唱的这个民歌啊 不入大雅之堂 后来是谁啊 是这个刘雨昕 刘雨昕 大家知道啊 就是那个显得漏是名的 山不在高啊 这个有仙则名 水不在身 有龙则灵 就是这个这个刘雨昕 这个刘雨昕呢 任奎州刺史 这奎州啊 我们之前讲过奎门嘛 就是这个 今天四川省 这个凤杰县 就白底城 就这一代 当这个刺史的时候 老听见这个乡民啊 唱竹之词 就名歌 他非常感兴趣 他就用这个 用这个这个模式啊 就是就像个刺牌取牌一样 他写了一首竹之词 非常的有名 这就是文人写竹之词啊 这个他这个影响全国的啊 从四川川东走出来 从这个奎门走出来 走向全国的 他的这个开端 就这个刘雨昕 写这个竹之词 叫什么 叫杨柳清清江水平 文郎江上踏歌声 东边日出西边雨 倒是乌情却又情 这就是跟这个红有关啊 红就是山雨雨情了之后 然后出现这个红 出现这个彩虹 这个红呢 他我之前告诉大家 就当眼睛讲 眼睛的红膜呀 你别看见 上帝说我别看见 他当这个 你当这个眼睛的讲 他是七彩彩虹 但是他有很多特色 就是这个 咱们怎么讲 就是既然是个记号 这个红什么时候出现 他什么时候出现 他肯定是上帝讲这个 定这个约定啊 他肯定是有日子的 那不会 我告诉大家 都是自然法则 不会这么随随随随意义的 随意可以解释的 不是的 他其实出自什么 出自中国的这个 咱们讲二四节气 二四节气里的清明节 清明节 他是太阳黄金15度时候 就是叫清明节 这个时候叫什么 叫红始见 从清明节开始 可以看见彩虹了 可以看彩虹就是春雨贵入油嘛 春雨之后 春雨出情啊 就有彩虹了 叫红始见 红在这个时候出现 清明节 他是黄金15度 圆州360度 36度15度 从这对应 对应什么 对应一度一天 他就是一月15 我们之前讲了很多次 包括这个 我的徒弟 燕山文雷 讲这个 115的对应 就是115 这是一切世界的秘密的 他的一个本源 就是115 115什么 115就是余月节 就是余月节 也是中国的上元节 这个115啊 在圆州上对应什么 对应这个 1月15就对应7月15 这7月15 7月15是寒露 寒露 寒露就是太阳黄金195度的时候 就这个定义 就15115 定义这个清明 但是清明啊 大家对清明的印象是什么 清明是祭祖的 我们人哪来的呀 要祭祖啊 是吧 要上坟 清明时节 雨纷纷 路上行人 遇断混 借问酒家何处有 木桶瑶旨 姓花村 这个意境啊 大家每个人可能都有印象啊 即使你生活在城市里 你应该知道清明啊 是个祭祖的这个日子啊 怀念我们的祖先 我们人哪来的 但清明真正的起源是哪 是什么呢 为什么清明节这些 要跟寒食啊 这天要不能动火啊 要吃冷的 要跟他连起来呢 因为清明之前啊 清明寒食上四节啊 基本上是连 连在一起的 后来固定叫清明 有了清明的这个习俗 这寒食这个习俗 他起源 起源于晋文宫 他知道晋文宫啊 晋文宫啊 晋文宫当时在流落在外的时候啊 流落在外的时候 他有一个大臣叫叫戒指推啊 其实我们叫叫叫 他也叫戒指推 要戒指推跟着他 这个 在怕流浪流亡啊 文宫在外流亡啊 到处流亡 有时候赶得没饭吃 饿得要死 这个戒指推呢 就把自己大腿上的肉 割了一块 做碗肉汤 给这个晋文宫喝啊 然后就渡过这个 这个危机啊 就食物危机 等到晋文宫后来啊 回到晋国当国军的时候啊 就封赏他呢 就之前跟随他这些功臣 但是当时呢 忘了 把戒指推给忘了 戒指推呢 也没吭气啊 就跟他老母亲啊 就隐居到了棉山 这个时候 等到这个事走过了之后呢 其他人提醒这个晋文宫啊 你把一个大功臣忘了 晋文宫也很后悔 就赶紧去亲自去请这个戒指推 那戒指推呢 已经跟他母亲就是 躲到了这个山里边去了 这山也大也找也找不着 这怎么办 有人出主意 说那个咱们三面放火烧山 把他逼出来 好 三面也去放火 结果呢 火起来了 也没找到戒指 戒指推也没出来 等到火灭了之后 进去找 戒指推跟他母亲啊 在一棵柳树下烧死 这个时候呢 晋文宫呢 就把这个柳树啊 烧枯 枯干的这个柳树啊 拿回来 做了一双木鸡 就是木鞋 然后每到看见他 穿这个鞋的时候啊 就就就就就 背叹叫背在足下 背在足下 就是这个脚 脚下这个鞋啊 是纪念什么 纪念这个 他就想起来 这个戒指推 所以我们后来 叫做足下啊 怎么样 足下怎么样啊 就是就是来源于 这个典故 他跟清明是 都是同样的一个源头 但是从历史上 这样考证的话 这个这个故事 可能不存在 但是就把我告诉大家的 中我们 所有宗教的信仰的习俗的 传统的这个东西 包括跟明珠一样 他都是 天使和先知啊 在上帝的启示之下 留给人类的重要的信息 让你别忘了 你祖先哪来的 足下什么 足下是邪呀 足下是邪啊 邪是柳树做的 柳树 这个来 故事来源 戒指推 割骨 割大腿上的肉 做肉汤 就吃肉嘛 大家知道这些习俗 给余月节啊 给余月节最后的晚餐 因为耶稣最后的晚餐 就是余月节的晚餐 余月节就是1月14的到 这个从1月14开始 1月14开始 余月的越过1月14 就是1月15嘛 他这样一个说法 其实我告诉过 大家都知道 就是114和115度的意思啊 就是这个 就是武林区 今天那个地方 但是这个 这个余月节 余月节拿什么月啊 就你拿你的脚走过去吧 跨过京都线 也就是这个 跟清明市机制 完全一致的 他这说法是一样的 就是那个 那个地方会有个鞋印 会有个木 就木鞋 木鞋 木鞋 做的那个鞋印 这有他的那个关系啊 因为那个 他来锁定 经纬度 锁定时间段 就是115 在上元节 中元节的鬼节 那鬼节 咱们知道 这记组嘛 跟记组也有关系的 中元节啊 记组的 115和715 他的核数和他的值 最后组成了 组成2038 2038 就是我们昨天说这个 美国总统的坐车呀 就是800002 然后其实就是8OO 8OO呢 最后就是2038 这就是佛祖的32像 8种美好 太多这种数了 今天不在这重复了 没有这个时间 就说到这 我们不得不提一下 这关于清明上河图啊 清明上河图啊 这个这个 中国人不可能说 不知道清明上河图 这像高晓松啊 讲过一期 关于清明上河图的秘密 清明上河图里面 有很多秘密 高晓松呢 就说不明白 这个因为里面 很多矛盾的地方 因为你们看清明上河图呢 他又像是这个春天的 就是这个清明的时候 他又像是秋天的 因为他又有西瓜 所以这个东西就根本就搞不明白 还有背着碳啊 就碳楼里那个 那个有碳 所以又像春天 又像秋天 时间搞不定 但是呢 他为什么叫清明上河图呢 也搞不定 你不知道为什么 清明上河图 还是宋徽宗提的 清明上河图 今天我们明天要告诉大家 这个清明上河图 清明就指的就是这个意思 为什么在 在他画的东京呢 画东京那个汴河呀 汴河这个 汴河呢 从东 这个 从西向东流 流到哪 流到刮州 古渡头 刮州什么就哪 就是那个 进口挂州 进口挂州 一水间 金山寺哪 那个船呢 从下游往上走 他就是说 船和这个 河 交汇在哪 就在东京这个地方 叫金梁桥 但像水浒传里啊 水浒传里那个 那高求啊 从这个淮西回来 去哪了 从金梁桥下 这个要一个叫董将士啊 开药铺的 开生药铺的啊 生药铺 咱们知道 无法采药 二八月 二月八月采药 一个春天 一个种春 一个种秋 采药 在这时候采药 这个药效是最好的 这个跟药师佛的设定有关 今天跟大家提一下 这个清明上的本意就是说 在哪 因为东京啊 开封了 他这个金梁桥就是114和115 就是船和河 他河水和船的这个足迹 船就是 告诉大家 就是方舟 就是方舟 明确的是告诉大家 就是方舟 就是整体代表拯救的希望 他就是逾越节的意思 就是114和115 这个过渡这个地方 就是逾越节 这就跟清明节的这个 这个来源 也就是清明上河图 它的关系 清明上河图的关系 因为上河呀 水是从西往东流的啊 从115到114 然后船呢 从14到15 船呢 是从115到14啊 就在这交汇 然后中间有一个 有一个桥啊 桥上有文臣武将啊 骑马坐轿的 有华表 大家知道华表干嘛 华表就是 这个路标啊 路标指向的 这个他的那个含义啊 说到这儿呢 我们还用刚刚讲到 清明的意思了 清明就是说 告诉大家 红什么时候出现的 跟这个清明有关 另外还在讲这个红 他其实呢 很多人不知道啊 红他这次 其实出现了 就是跟这个太阳 跟这个人的这个视线 他就成一个一定的角度 你才能看见红 他是40度到42度 超过42度之后 你就看不见彩虹了 低于40度 也看不见 最好的时候就是42度 42度 大家今天 今天啊 就给大家讲 就是很多人 明白这个 我的推算方式 就可以推算一下 42代表什么 咱们说耶稣呢 耶稣在旧一月节啊 旧一月节 他是什么 他是这个 功力的 相当我们今天的功力 叫叫应该叫这个 因为功力下有两种啊 一种是这个格力啊 一种叫乳猎力 其他其实是乳猎力 乳猎力 他讲的也讲的 就是这个4月2号 4月2号到4月3号 就是我们4月2 就当我们刚说42度 跟着4月2 他的这个 他的这个关系 那天就是月月节 我们刚才讲的关系 他就这么奇妙在一起 就之前讲过这个 张艺谋啊 张艺谋他其实生于 就51年的一个 11月14 正好那天正好 也是因例的 10月16 所以张艺谋后来呢 就玩了一个小技巧啊 他说他是这个 闹乌龙了 当时搞错了啊 年月日家属登记 登记他收生日期的时候 全搞错了 所以他就 他其实是4月2号生的啊 就是可能前一年 是不是什么 后一年 50年4月2号生的 其实这就是 张艺谋的这个厉害之处 厉害之处 他就是故意的啊 把一个秘密呢 又又落上了一个 更大的一个秘密 就是月节 耶稣就义 就义 就是等于 耶稣要生的这个地方啊 人子再来 讲的是这个东西啊 但是刚才讲 这个清明上游图 高晓松讲清明上游图 高晓松呢 也是11月14的生日 这 这你说他们不明白这个东西吗 当然他们是明白的啊 就和我们写 就说写长安十二时辰的 这哥们儿啊 这个马伯雍啊 叫玛丽 马伯雍呢 也是11月14的生日 这些呢 都是有关联的 你要是这天生日 你肯定能啊 如果你接触材料资料多了 你肯定能明白啊 到底在讲什么 这到底什么意思 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红 那就是这个红的什么意思 他就是说 这个云彩覆盖带带 然后下雨雨晴了啊 出现红了 也就是这个元官啊 见这个 李元的时候啊 叫做山雨出情 月色满川 这个晴的字的北意 是什么意思啊 他叫夜深见景星 他知道景星 我们要景教景门啊 他跟景星有关 就是景星 这他叫夜深见景星 夜深见景星 这就是那个红楼梦的家伙 身边有谁 有个情文 情文这个情字 就夜深见景星出现 文是云彩华杖 明白了吧 就是云彩 然后景星出现 出现在云中 就是情 这个都不是特 这个怎么讲 就是巧合的 他都是作者 在启示的状态下 写出来的 咱们再往下讲 就关心这个云的意思 就是云的意思 既然是个记号 这个记号 我们之前讲很多 三生石 都在讲这个 三生石的故事 从三峡跟他关系 最后在杭州见 在杭州相见 就完成三生石 红楼梦也是这个 讲三生石 这个三生石呢 他为什么一定要去杭州呢 因为在那个地方呢 他哪都可以去啊 为什么一定要 写那个地方呢 其实咱们直接讲 杭什么意思呢 杭就是方舟 明白吧 杭这个字的北意 就是方舟 就是方舟 就是约贵 三生石就是 讲的约定 所以他就在杭州 就在那个地方 在那个地方 并且他叫 在杭州 葛洪川畔 天竺寺 这个葛洪川畔 在这个地方 这葛洪川 什么意思呢 葛洪川 说这个葛洪川 这葛洪可能很多人 这个只是大概听说过 这葛洪呢 这是这人很有厉害的 这很厉害的 这个道家 也是儒家 就是也是一个 怎么讲 就是这个医生 就是医生 可能也说 甚至他说 他是个化学家 什么科学家 都可以啊 就古人就是这样 他们是通才 他是通的 这个葛洪啊 这个写过一书 叫报仆子 这个报仆子呢 他讲一分 内篇和外篇 内篇这个二十篇 外篇五十篇 一共七十篇 我们昨天刚讲过 七十什么意思 这个讲什么呢 他其实就是 第一个讲这个 他要确定一个理论 就是你道家修神仙 他神仙他存在不存在 有没有神仙 如果没有神仙 你说个屁呀 是吧 他要论证 神仙是存在的 他讲这个东西 神仙是存在的 当然道家有更多的理论 天地相应的理论了 但外篇呢 他也讲这个 讲这个救人的方子 救人的方子 怎么救人 怎么救人 就是这个医学的 留下很多 这个关系人体结构 包括这些东西 他等于说 从外 宇宙万物 自然 法则 神仙 到这个人身上 这些东西 他是统一的讲的 但他里边确定 一个很明确的东西 你修炼的方式 这个修炼方式 就像我们说的 大清警教 警教警门讲究的修行 唯一的修行方式 就是救人 发心 发愿去救人 除此之外 任何修行方式 都是不管用的 都是 都是 你可以说都是外道 成不了道 最后成不了道 你误不了道 你得不了最终的拯救的 连自己都救不了 他这个 但是葛宏也是 葛宏也是讲这个道理 你说警教兵是唐朝时候来的 是吧 但是葛宏是东建的时候的 建朝的时候 更比唐朝更早了吧 三国以后 就是这样一个 一个世间段 葛宏那时候就讲到了 就是你修炼 光你光这种 这个一般的修炼 是没有用的 你必须要什么 必须要入世 叫什么 其实就是说 把他搞政治 什么叫搞政治 其实就是说 我们往前讲的 辖职大者 为国为民 你要建立一个 做卖叫匡扶 匡扶设计 造福万民 这个才是真正的修行 你要没有这个修行 你成不了道 葛宏明确就这样讲 你成不了道的 所以葛宏讲什么 叫大事 就上事 我们讲那个 老子嘛 有那话说话 就庄子说的话 就是上世文道 就是情是行至 上世文念 真正的真理了 赶紧去执行 中世文道 什么若即若离 或者什么 或者说叫若存若亡 就是将写将义 将写将义 但是一定要当回事 研究研究 下世文道 大效益 就是分别是这个人 三种对道的态度 但是葛宏就讲了一个 讲的话非常厉害 他说上世得道于三军 中世得道于都世 下世得道于什么 得道于山野 就是上世 真正的上世得道 是得道于三军的干什么 三军是 咱们干嘛 作战的 三军是作战的 是要豁出命来打仗的 他也就是这个上帝造人 我们圣经叫上帝造人 是给他赋予人的这个职能 给你武器 就管理天地三界这些动物 就是你是猎人 猎人你的武装 你是个将军 就是猎狐座 他也叫做将军星 他也叫做巨人 也叫做勇士 为什么呢 你是有武器的 你是有职能 你要担负这个天下公义的 要人人为王的 就是不能谁也甭欺负谁的 上帝就因为大地充满了强 他把整个世界灭掉了 他留下了放诸 救了挪亚一家八口 和世界上所有的动物 有情动物的这个种子 这是 葛洪赛这讲的 就非常的明白 他就说你 上世得道于三军 中世得道于都市 你在朝廷里 在京城 你可能信息比较多 是吧 高人雅士 比较多 但是上世得道于三军 就是豁出命去打仗 也就是义的本字 义上面羊羔 下边是一个人拿着武器 拿武器干什么 守卫 弱小者 为弱小者 打仗 这才叫做义 这才叫做义 而不是你 仗着武器 仗着本人 有武器去欺负人 像中共今天干的活 说白没有中共 不敢欺负的人 不管你是男女老幼 你还是孕妇 你还是什么的 中共他 他就拿世界最强的武器 他就敢欺负 这个世界上最弱小的人 中共为什么 为什么一定要被灭亡 就因为他是彻底的 叫你违背了天道 他挑战了整个宇宙 挑战了整个世界 挑战了整个自然法则 就他不亡 这个世界都会亡的 这个世界 如果中共也亡不了 我们要不聚集起来 干掉中共 上帝会把整个地球 全部灭掉 没有任何生命会活下来 为什么 不值得 废物 你们留在垃圾干什么 就这个道理 所以在这个葛宏 所以这个三圣石 这个地方在哪 就代表恒州 是方舟 三圣石代表约定 代表约定 然后呢 在葛宏传办 我刚才讲 为什么叫葛宏传办 再讲葛宏传 为什么在这个地方 叫葛宏传 他什么 他来 这个地方 静度有关 一切都跟静度有关系 静度是天地 是自然法则的数字化的现象 他这个地方 静度就是这个 纬度是30 精度是120 就30120 就3012 3012 这些这些呢 咱们刚才之前讲过 就是讲过这个 1月15 所有的宗教 中国儒道士 三教 1月15烧香 然后基督教呢 这个犹太教呢 1月15 逾越节 是逾越节 它代表什么呢 它对应了这个 罗盘上的这个方位 这个一代表这个 白羊座 白羊座 因为一个黄道十二宫嘛 十二星座 就是一个星座30度 就代表这个30度 30度 然后呢 这个15呢 15呢 12个转过来 因为一圈是12度嘛 就转到3了 30 30 90度 90度就对应 270度 就30度对210度 90度对270度 就两条跑道 就五十区的X跑道 我们昨天讲那个记号 也是这个三佛应杰 总观通书的讲 这个六月寒双不久加 双降呢 是210度 对应30度 然后这个八月领兵过长江 长江是东西的 东西就90度对270度 都是在讲这个 五十一区这个X型跑道 它就它的那个 这个记号在这 又又又又跟这个115啊 包括圣经这个 新约旧约 这样说约定吗 新约旧约啊 旧约39卷 新约27卷 因为39卷 因为那个飞机跑道 它是按方位角来算的 按360度方位角来算的 27呢 27就在270度 270度对应90度 就这个意思啊 就机头朝下 这个跑道一头冲270度 一头冲90度 然后这个39卷呢 39卷在这360度啊 你转过来啊 等于又转到30度 就刚才讲的白羊座 也就是这个 中月初一的这个初一 它30度对应210度 这个它的关系啊 30度对应210度 但是呢 1加15等于多少呢 等于16 等于16啊 1月15 中月15 16 16呢 16呢 是黄大十二宫啊 转过十二一圈的时候 到哪儿到四了 这四呢 四是什么 四是巨蟹座 这个这个巨蟹座 是巨蟹座多少 因为一个星座 30度嘛 它就是 它就是120度 120度 对呢 对有300度 刚刚刚讲过 300是方舟的 这个长度这个数 120度呢 告诉大家 是女娲补天节 120 女娲补天节 也是美国总统 就职的这个日子 现在就 就正月20 但美国的公里 也就是 1月20了 这个它的那个 对应那个关系 但是我们再往下讲 就是 这个39卷 和对 这个新约和旧约合起来啊 39 27卷 总共当时66卷 66卷多少 66卷呢 它是 660度 660度呢 转过360度之后 多少 300度 300度 就是 就是 就刚才讲的这个 这个摩羯座 就独角羊 摩羯座 摩羯座300度 300度对应 刚才讲的这个橘蟹座 120度 300度对120度 这个东西 300度 大家知道300 刚才讲过了 就是 就是哪 就是这个 这个 我们讲的是 方舟的这个树啊 母树 杭州这个 咱们杭州 叫方舟啊 造方舟上帝 从第二个数字 300种 这个300 又是在 然后300呢 就对应这个120 这个就 这条项子出来了 也就是三生石 所在的葛红川 所在这个地方 30 120度 他明白 什么叫约定 什么叫天数 他的这种精确的 这种锁定 他根本不是说 某一个人 跟你某一个人的 好物来的 为什么叫人子 叫道成肉身 就他是自然法则 天体轨道 宇宙万象的旋转 最后形成的 生命的出现 他是一个连续的 一个过程 他这几千几万年 就这么连续的 哈哈就这么运转的 他不是 根本不是某一个人的 你的处于好物啊 不管你是神 还是神仙 还是这个先知 还是这个天神 没有这个 谁都没有这个能力 因为他 谁都不能违抗天道 就是他那个含义 主持人你要听我 一直听我讲的话 你现在应该就 应该就明白了 我们说这种 三十啊 就是这个一百二 就是这个方舟 三生十 就是代表约定 为什么 在圣经里 方舟 就是约会 这个词是一个词 它是合一的 再就我们讲一个 三百和一百二十的 这个应用 他知道这个红楼梦里 贾宝玉的舅舅 叫王子腾 他叫这个出去寻编去了 叫九省这个都统治 他叫 好像这个九省节度使 管九个省的这个 这个兵马大权 说贾宇村呢 特意来报喜了 给贾家报喜了 说这个 马上这个朝廷定了 要给这个王子腾 要宣麻拜相 要回来 要当宰相了 什么时候拜宣麻拜相 正月二十 说正月二十定了 正月二十需要宣麻拜相 这个时候三百里快马 已经去了 已经把这个圣旨传给这个王子腾 王子腾正在三百里快马 回来 大家知道三百 然后 一二零 正月二十 要回来拜相 大家知道 这个什么关系呢 一切都没有意外 大家知道 一切 为什么在这讲呢 因为在红楼梦里 贾宝玉 就是那个谁 就是那个李源的那个象征 他告诉大家 就是李源 他整个讲这个情人 红楼梦是拍情榜的 贾宝玉叫什么 叫情不情啊 叫什么呀 还是叫情吃啊 因为他当时是最厉害的那个情人了 所以元官看见 元官写的诗不叫这样啊 就三生石上 旧金魂啊 赏月银风 不要论 惭愧情人远相访 此生虽亦 幸长存 所以这个 又林黛玉就是那个什么 就是那个 就是西方林河岸 林河岸上啊 就三生石畔 降诸仙草 贾宝玉是神英 是下宫 神英是者 他们分别对那个石头啊 这些都是有关联的啊 你告诉他 这都是应用 为什么在这里边出现 他舅舅 出现了这个三百啊 和一二零 最后呢 王子曾在回京的路上啊 快见经了 兔德疾病去使了 啊 就贾家就 这个又一根心话又断了啊 就是 就这种这种命数 他就终结的这个树上 这是他的那个关系 但是我告诉大家 我们刚才讲两条线 一个讲彩虹 清明节 秦啊 从清明节推出来戒子推 推出来逾越节 然后 最后到这个 到这个 晋文宫啊 晋文宫这个 清明祭祖嘛 晋文宫这个 戒子推 悲哉族下 下面有个邪 这是祭祖 你祭祖的时候 就看见这个脚底 悲哉族下 啊 就记得这个 但是呢 还有一个啊 我们之前讲过大脚印 跟脚印有关 跟脚有关 跟鞋有关 跟吕约有关 什么就是这个华旭 因为真正中国人的这个 我们说中国人 所有的人的这个师祖 包括炎黄 他的真正的师祖 是华旭士 华旭士呢 是叫吕 纪雷泽 看见巨人的脚印啊 踩上去 怀孕了 生了福西士 咱们知道生了福西士 这叫雷泽吕纪 中国人 看干什么中国啊 就是人这么来的 给大家讲过这两条 刚才讲这个 讲的这个什么 讲那个三生石 这个线上 这个标志啊 它俩其实是合起来的 怎么叫合起来呢 华旭士这个华呢 大家知道是木开花的 木开花 华旭下 就是雪花那个形状 就木开花了 它也是轩辕镜 那个形状啊 就是这个 中间一个大球 外边六个小球 就是葫芦 大球掏小球 象征星体运转 大星体 吸引小星体啊 互相这个关系 但这个序字什么意思啊 序就是蟹降 可能不明白什么意思 女序的女 这个女序的序啊 去掉女子旁 就是这个序字 就叫蟹降 就螃蟹降 瓶子里淹螃蟹 但我们知道 这个巨蟹座呀 那就是15 然后3927 这个加起来 一个16 一个66 分别都指向 指向刚才说 这个300 就30这个地方 300 然后指这个30 120 其实就是300 120 就是30 这个12 它这个300 和120这个关系 这个4啊 我们就说 这个第4 它是120度啊 就是这个女娲补天 女娲补天 和这120度 也美国总统就职 这一般 一般都 它什么 120度是巨蟹座 巨蟹座什么概念 我们刚才讲 华旭是那个旭的 蟹降 他俩在这 是合起来的 是合起来的 就是在这碰齐了 就是说 中国古历史 跟西方历史 中国宗教 跟西方宗教 在这是合起来的 一切都是 都是见证 一切都是见证啊 昨天有朋友讲 就是 我们说大道质检啊 大道质检 我们这个 这个千金善 跟艳山魏雷啊 讲了这个 波罗华的意思啊 就是从佛教的角度 讲了波罗华 就是万中聚集在一起 都像社粒子 都像小花瓣啊 就是一个 小贝雷 就那个永字啊 凑在一起 就是 称佛的 凡夫称佛 第一异地 唯一法门 过去未来 现在啊 三世诸佛 都靠这个称佛的 都靠这个称佛的 这个呢 他也简单了 很多人觉得 哎呀 这个意思就是 好像有点 有点失望似的 觉得这个事 就答这么简单 其实我明告的 什么叫大道质检 大道质检啊 就这么简单 就明告的 这个条件 非常的简单 就是你要实现 人人平等 人人为王 谁 谁也 没有权力欺负 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人 在这个时候 是也是真正的和平 他真正大道质大道 因为大道 天道上圆嘛 上平 就是公的意思啊 这是一个约定 这就是约定 也就是上帝给你的约定 然后他也是拯救你的方舟 也是你能进入的那个天门 你但是你听了简单 但其实你想一想 其实不简单 实现这个太难了 我们就说 初始的时候 上帝告诉亚当 你别吃那个果子 他们不也吃了吗 这个时候 全世纪有多少亿人呢 我们说七十亿人 七十亿人告诉他 你一定要平等啊 你不要 你一定要遵守 遵守和上帝的约定啊 你这样你才能去 深入天门 大家想一想 这句话说着容易 实现起来 容易吗 要真是容易的话 我不用我 我这个磨牙废罪的 假一年多了啊 世界人的历史 也不会经过这种轮回轮回 这种治乱相寻 几千几万年 不可能的 为什么 人 就是有了分别心之后啊 看谁都不如自己啊 或者说自己 有一些人啊 看谁都不如自己 有些人看谁都比他高 然后一代代的 这个东西固化下来了 由于有大量的利益 情感 权力 政治 社会 制度啊 还有资源 这个限制 人已经被固化在各个利益框里了 但最主要的问题 其实不是这个老百姓 不想在高速去 而是什么 而是在那个高位上的人 我跟这样讲 我国家长干的那个事啊 中国历朝历代 那个叫独夫民贼 那皇帝干的事 他就拿着刀上 看谁 谁想上来 那叫大逆不道 叫做造反 那叫灭旧族的 对中共来讲也一样 中国说你要颠覆国家政权罪 因为中国他独裁啊 不管他一个人独裁 还是几个人独裁 他就是不想让别人 给他分享权利 他就是你们不应该有权利 你们不应该知道你的真相 你 我 中国唯一的主 唯一管事的就是中共 你不给你的老百姓 你就关锅的被统治 就是你知道这个真相 他既然不让你知道真相 但你知道这个真相之后 你 你实际上搞搞有行动 那我杀了你 这就是圣经上讲的 那个上帝的果园啊 就是租出去了啊 有人这个看守上帝的果园啊 等到上帝 说派人去 去这个 收回了果园 以及收租的时候 那些 那些人 那些 那个 种果园 那些人 哎 说这个不行啊 说这家伙 因为 他已经享受惯了 这个利益啊 这个权利啊 说白了 说比海洛因更厉害了 他就把上帝派的 这个主人啊 说派的收租的啊 这个给打了 和上帝说 哎呀 派别人不行 那我派我儿子去吧 派的儿子去了 结果那 看守果园 那些人 我靠 说这个不行啊 别人来还好点 这家伙这个主人 这连真正的主人的 这个儿子来了 这是正主啊 这怎么办呢 这个说啥也没法解释了 打死他得了 这就圣经讲了一个故事啊 但是圣经还说什么呢 说像这种情况 等到见上帝 就是他直接就说上帝嘛 上帝 会怎么处罚这些人呢 大家想想啊 会肯定会狠狠的 一直惩罚他们 我们叫做这个 惩罚 但这种惩罚 大家知道 就是说第一个统一 这个天下几十亿人啊 依照万民的这个意识啊 尚且非常的艰难 非常的艰难 但是你要说 再去灭掉这些 已经 已经 宁肯死了 不愿意放弃权力的 这些一个个的 这个不是一个个了啊 全世界都是 这靠谁能灭掉他们 如果上帝说 上帝把他们全灭掉 如果你不是你自己灭掉 他不是咱们老百姓聚集起来 要回自己的权力的 主张自己的权力的 这人没有得到教训啊 就是说 你上帝把这人灭掉之后 这个剩下这个人里面 还会再闪出这样的人呢 所以这个还是治乱相寻 还是 这事还剧本 还是不会结束 所以这次什么上帝设定 设定就是 就我们就约定也好 方舟也好 天门也好 你的这个 唯一活命的机会也好 就这一条 你必须做到 你必须聚集在一起 你必须彼此承认 各自的王权 是至高的神 你要实现这一条的 你就生中天门 就是上帝 我们说新的世界开始 上帝会擦去 每个人眼里的泪水 你不再有病痛 因为那个 从天上叫 耶路撒冷城里 在我们密教 叫做云城 要叫谭城 要叫做银城 它里边就是 做十二种果树 每月都有 医治万民的 就医治你各种病的 你不再有疾病 不再有疾病 就可以快乐的生活 也就是给人讲的 乐和 得按了道德 尽老清闲 终生快乐 没有发愁的事 也没有安全的方面 忧愁 也没有这个 吃不饱忧愁 也没有物质 物质供应的 匮乏 这个忧愁 什么也没有天下 也不会有不公的事 那当然是神仙的生活 这本来就伊甸园 就是过这样的日子 你不需要劳作 在这我不需要 我讲太多吧 就现在的技术 就几乎可以支持 世界上几乎人 不需要什么劳作 完全机器都可以代替 程序都可以代替 人工智能都可以代替 人不需要工作的 所以千万别是 有些人 一说这还不需要工作 养懒人怎么样 别吵那蛋 这就是 这就是 让你对人的这个设定 人不应该这样 劳苦的 劳苦的工作 紧够糊口的 人不应该这样活着 谁要说 把这个当做勤劳 把这个当做 做人最基本的条件 去他妈的 臭他妈的 争死他妈的建筑 都什么傻逼 都那些想维持这个世界 现在的权贵秩序的那些人 所发传的 发的屁 咱们更别说 这个剧本实现之后 新的技术启示出来 就刚才 前期给大家讲过 宣言皇帝 国家越致越糟 后来做梦 回到华语之国 华语之国是什么 国无师长 没有头 没有老师 没有人权利 也没有人有什么资历 去教别人 所以在这里边 大家都是 过得很 怡然自得 什么都自然而已 没有什么发愁的事 没有什么都是好的 最后皇帝才得到了 这才真正的得到了 根据圣经讲的 有什么区别吗 没有任何区别 大家明白吗 但就是说 大道质简 非常的简单 实现却就很难 他这需要 但这次呢 明告的 这就你可以说 打个比方 就是一个程序 整个世界 就是一个游戏 就是几千几万年来 就是一个游戏 一试一试的 就是通关 通关通关 但到最后 这里边角色下 活下去 最后的通关 就是波罗话 就是所有人聚集起来 你成为王 你意识上觉醒 行动上去遵守 那个约定律 那个约 我们刚才讲 今天讲的 这个华旭是 雷则履记 然后这个 记子推 清明节 记祖先 记子推 记中共 也叫悲哉足下 也是那个血 什么概念 是一样的东西 就是你要 履行跟上帝的约定 因为现在记号出现了 上帝说 我必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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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会纪念给你们立的踊跃 我就不用再用 我不再用洪水毁灭你们 但前提是你们履约 你们如果不履约 那后果就是这样 但后果就是这样 就别说 什么这个横 那个硬 这个猛 别扯那蛋 这个世界上 说白了讲 不管是谁 就是程序里的一个 就这个棋盘上 一个小棋子 你不愿意玩了 要终结这个游戏的时候 甭说棋子了 棋盘都没了 谁也别觉得自己横 操你妈的 你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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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比你更横的 我们家说那话 人善人气 天不欺 人恶人怕 天不怕 这个天是什么 这个天是什么 但有些人不知道 不知道 因为他不知道天存在 不知道天存在 上帝也不理他 那傻逼哼哼的 只管自己瞎混 觉得自己 觉得自己人无人 混得人无人流的 这种至贱 至傻的这个傻逼贱种 对付对付他们 就自己作吧 就自己作吧 就是 咱们看李鹏今天的下场 我跟你说 李鹏今天的下场 这个桂像立下来 立在那儿 一个多月 挂掉了 挂掉了 尽管用着世界 我告诉大家 用小孩 用这个儿童配的药 理论上应该怎么活一百多 没事的 那不也死了吗 这些死了去哪呢 我明告诉大家 去这些傻逼建筑们 去哪呢 等到有一天 有一天 你们我告诉你们 你们会看见 他们在哪 在哪受折磨 为什么 双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